葡萄桶酒非常的不一樣喔 我們威士忌裝下去之後 熟成出來酒 顏色比較淡 類似金黃色 還有骨灰顏色 可是呢 葡萄桶會跟威士忌比較重的 光明味道 香草道 還有顏色低 有沒有知道他寫的是哪一個英文數字喔 A 哪一個數字 A R 非常的厲害齁 那 R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他是蟲磚筒 什麼叫做蟲磚筒呢 就是已經裝過一次我們的酒齁 把酒給取出來的時候 桶子再拿過來 再磚 木頭味道非常重 而且比較大喔 這個就是美國學統的社 那簡單介紹過選一桶 郭范桶之後 來 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問題 來 跟著我喔 就到後面齁 實際的參觀一下 我們這邊是我們吃酒的第一個動作 叫做糖化 有糖化的東西就可以拿來做酒 所以來注意看一下右手邊這邊 欸 那從這邊看過去 有沒有感覺到哪邊不一樣啊 對齁 中間後面那一鍋 欸 顏色不太一樣齁 欸 前面這兩鍋呢 白影的齁 這個叫做我們的熱水鍋 後面那一鍋 顏色不一樣的喔 那個才是我們的糖化鍋 我們猜一下 很亮的那個 那是用什麼材質做的啊 對 非常好 那是用銅做的喔 為什麼糖化鍋要用銅呢 有沒有聽過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有沒有齁 因為銅它打熱心度比較好 受熱比較均勻 所以糖化過程才會好 糖化過程它就可以做久了 啊怎麼做久 來 跟著我 持續的在做發酵齁 那在這一個過程中喔 會產生一種 我們最常聽見 最常喝的酒喔 就是啤酒 所以大家趕快看一下 後段那個 欸 後段那個喔 就是類似我們在喝的啤酒 喔 什麼是類似啊 因為啤酒跟我們威士忌 它所選的酵母菌種類 比較不一樣 而且呢 它發酵的方式不同 所以做出來的酒 欸 當然就不太一樣齁 對 剛蒸溜出來的酒 這樣好像燒開水一樣喔 非常高溫的蒸氣 熱的東西 遇到冰的東西 就會凝結成水滴齁 所以來注意看 前面箱子這個 有東西流出來齁 請問各位一下 流出來的這個 它是水還是酒啊 水 答案它是酒喔 對 那今天各位運氣非常的不好 那第一次蒸溜的批次 剛好結束齁 所以沒有看到它的東西流出來 沒關係齁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次蒸溜出來的酒呢 酒精濃度差不多20度到25度 而且顏色比較黃 所以我們會透過第二次蒸溜 那剛剛消失的這個齁 這個是我們第二次蒸溜 所蒸溜出來的酒 酒精濃度高達70幾度 很高齁 可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欸 它的顏色好像是透明無色的齁 是市面上的威士忌 好像都是有顏色的吧 對齁 因為剛蒸溜出來的酒 它是透明無色的 鑽到橡木桶裡面之後呢 萃取到木頭的物質 還有之前酒的顏色 它才變成很漂亮的金黃色 所以酒從透明無色變成很漂亮的顏色 就代表它在桶質面已經熟成了一段時間喔 那這個是我們蘇格蘭燈籠型的用具 簡單看過之後 來 我們跟著喔 這個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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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完起來是桶溫 對啊 那為什麼台灣的酒 只能搬到桶子裡面 三點左右啊 國的酒好像都要搬到 第二十年三十年 的美食 也就是要搬到 近乘的味道 所以這個賣到 那種一個 經歷的人 撞到一樣的 APY 開港 上去我們 很清澈的味道 这个是我好 来仔细一闻 这种口味大概很明显 还有花香跟果香 花香类似香水 这种口味的口味 这种口味的口味 类似热带的口味 都可以仔细来问一下 因为每个嗅觉不一样 所以所呈现花香 果香也都会不一样 你觉得它什么香味 就是什么香味 其实这边只是加达简单的品酒 不敢喝烈酒 如果说不敢喝烈酒来宾 我们做到合杯水 不敢喝烈酒来宾 可以加水一点力来做调和 喝喝喝 那射就是这一支 咖啡色外盒包装的酒 咖啡色外盒包装的酒 就是然后放三面 可以做一下 那我是全家肉 都要放了咖啡碗 上面有没有摆多个座位 可以上去要为咖啡休息一下 那等下要慢慢想好 杯子放在那边放好 杯子跟比较的袋子 放在那边放好 谢谢 谢谢 杯子在那边我准备一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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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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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